在開完花之後會長出來 有些人會問我說 能不能跟我講說 開完花之後它大概會長幾顆 保守估計兩到三顆 保守估計兩到三顆 你越早栽它 媽媽有越多養分它就會長出越多的測養 但是你越早栽它 假如這小朋友還沒吃的時候 都把它栽掉的時候 它就有點像是媽媽懷孕 太早生出來了 早產兒會怎麼樣 比較難過 我們認為可能它要說保溫箱 或它可能比較容易生病 食物也會 通常你遇到很多問題的時候 大家必須把它聯想到 假如同樣的狀況發生在人身上的時候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很容易聯想 那它長側牙的時間段 大致上分為兩個時間段 第一個是開花錢 開花錢的時候 它長側牙的時間是不固定的 假如它在健康的時候 健康的狀況下 長側牙 那就是完全不定數 它在開花錢長側牙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因為不明的情況下 我不確定 比如說媽媽她的健康狀況很不好 或者說媽媽她自己覺得她快死掉了 她會土居座的東西 長側牙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說 她自從媽媽長側牙之後 媽媽食物就不再成長 那通常就有可能是我講到的 現在的這個狀況 可是呢 她最主要還是會在她開完花之後 去進行長側牙的這個階段 可能是她開花 就她花痕拉出來了就開始長 也可能是她正在開花痕的時候 她開始長 也有可能是她完全開花花之後 過了兩三個月她開始長 時間表不一定 大家不用急 謝謝 謝謝